第1个单词叫做Valarm 先写上去 他当名词 当名词的时候是闹钟 的确他是闹钟 可是包围写的动词 当动词的时候其实是警惕 或者是警告 就像我在那个 出色地的时候 就是警告人们有危险 所以他当动词的时候 叫做警示或者是警告 什么问题啦 好的 所以 来把这个in 睡到打呼的那种 还睡到流口水的那种 他睡得非常沉 再把这个here 对我要换颜色了 我要换颜色就知道了 来把这个here称起来 这个字呢它有一个特色 它叫做感官动词 什么叫做感官 就是跟你的眼睛啦 鼻子啦 全身有关的 那感官动词呢 它的方式哦 我会教你准备 我们买房子是三房两平 是几个块 感官动词是三看两平 三个看 三个看呢就是see watch 跟look at 三看 然后呢 两平 等我一下我还在写完 有三个看呢 第一个就是see 第二个就是watch 然后第三个要小心 是look at 一定要at 它才是感动词 在at的时候 它叫我们眼睛 有三个看 三两个b 叫做here 这个here呢 它就是不小心 到 可是如果说 听你们老师说 老师讲 那个叫lizgon2 一定要有句哦 所以感官动词呢 三个看 两个听 再来呢 一个感觉 叫feel 一个注意 叫做notice 所以之后我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字是高中会学到的 叫做观察 那观察呢 如果你背得起来 我会觉得很棒 因为其实那个单词 的确有点难 叫observe o v s e r ve o v s e r v 这个就是观察 这样子呢 你要拿荣誉卡 这个我一定是用容许卡 总共呢 就是三看 两听 一感觉 一注意 一观察 所以总共三二 八个 总共就八个 然后总共三个看 然后三个看 两听 然后两个听 一个感觉 一个注意 观察 这些呢 他们有个特色 反正我们句子不能两个动词的 两个动词比较特别 它后面可以有动词 而强行性 这个呢 它叫ng 就是加ng 那这两个差别在哪呢 它原型 表示是一个事实 它ng 表示那个当下 正在发生 所以我们已经学到 现在经营试 过去经营试 未来经营试 经营试的基本款 就是加ng 好 那这个 year这个字 所以这个ring 其实用ring 也不算错 我刚刚讲的 两个动词后面 可以原型 可以ng 这里可以是ring 可以是ring 但是太熟了 所以他没有听大家的闹钟 今天讲到 很大 不小 所以像我们有人 自己是第五个闹钟 然后每一个闹钟 都是间隔一分钟 你真的觉得你好自虐 有什么感觉 就设定五分钟之后 这样你才会跟自己讲 那个 DOSAL的功能 就是 那是什么功能 你按下去 它会 隔可能一分钟两分钟 再降一次 那你整个早上就在那边纠结 好像有人习惯这样 可是像我都不会 我就是压到最后一分钟 我前面前面睡好一点 然后压到最后一分钟 你就听到的声音 就是 每个讲了 底线了 赶快起来讲就好 好了 所以第一个叫larm 第二个单字叫做street 把这个画出来 什么叫你到delay 就是完全没有延迟到 也就是要是立刻马上 那个抖音在讲立马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叫立刻马上 那个呢 第二个意思在这边 叫directly 立刻的 马上的 放大一点 让人在压一点 小 一同一点点 好了 这是副词 或者它的第二个叫做形容词 那我们要知道 形容词跟副词都一样 两个唯一不一样 就是它修设的东西 它们两个回应 如果是副词 前面一定是一般动词 如果一定要整的话 那如果是副词 如果是形容词 那前面一定是一种词 好 我会换颜色回来了 好的 红色的地方你要自己注意哦 所以第一个 let's go straight back home go straight back home 就是直接回家 tractly upon the party tonight 就是摆热餐 今天晚上的摆热餐结束之后 我们就直接回家吧 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 第二个stract的话 就是直的 不是弯曲的 可是呢 什么时候形容词 譬如说笑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就算 真的是没电吗 应该是哪一个没电 就是直的 直绑 所以呢 stractly line呢 就是直线 acruple 就是一群 一大群 一大群的鸟 就一直线飞过去 所以呢 across the sky across the sky 是穿越的 好 第三个单词呢 叫research 什么叫research 考试不会写这个 实际上 其实说真的哦 两个字都是研究 可是呢你要知道是 当research的时候 不可数 可是study 可以数 你要好多 不同的研究 所以说 打屁股 可以增加记忆力吧 这个已经做过研究 你用力的 打出来 你用力的 拿出来 我做不到体系 我没有人家做力的 一个是人力的 一个是东西力的 那这两个差别在哪呢 后面的答案不一样 一个如果是人力的 应该是具体 加原型 如果是东西力的 那一定加IG 而且很特别哦 力的加IG 就是训练的功能 就是你要使用 you need to wash the car 可是是the car needs to wash you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you will need to 人嘛 get to 然后第二个呢 把do research 两个一起圈 做研究的过 的确就是它 这里呢 一定要呢 再做一个 snerous research 认证这个研究 所以when you start writing 再把you start 两个字写的等于 starting 怎么才可以变成呢 前面是你 后面是你 两个主词一样的时候 这个叫分词 多语的 蛮喜欢考不懂的 所以主要考不语的人 要必须 好 再来第四个呢 叫over sleep 是要请你画起来就好 over sleep over slept over slept 过去是 过去分词 好 那我们往下看 and not stay up late 这个state of late 写个熬夜 熬夜哦 然后写个等于 burn the midnight oil burn就是烧了 然后midnight呢 就是半夜 oil呢 就是油 因为以前没有 以前一定是油的 to burn the midnight oil 也是熬夜的 那它的那个片语啊 后面都会加 暗菌 你熬夜做什么事情 所以Joanna呢 她昨天熬夜呢 问了考试 therefore 因此 to over slept the next 好的 这个the next 往这里正话 如果今天只有next 如果单独只有next 加一个时间 那它一定是未来事 那一定是未有哦 可是如果是 嗯 它会变成 过去事 这两个差别在哪 一个是真的还没有发生的 这边 或者是接下来要发生的 然后the next 呢 其实对我们现在讲的 像 已经过了 它早就过了 好 这样隔年 说过说这件事情 早就会发生了吗 to over the left 好 再来第四个 第五个单字 叫amazing 代表amazing的Ing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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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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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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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家安居的话 通常都是另一边 这间餐厅我看起来一点也不fancy 什么叫做fancy 就是很豪华的 很华丽的 像台中很多的餐厅都是吃妖房的 像那间烧肉店就是全部很奇怪的 你知道吗 一点也有去吃过吧 我到现在连乌马都还没去吃过 因为台中好像最厉害是妖房 烧肉 因为一个人还是太贵了 而且我很快就饱了 我觉得我吃那个一点都不饱算 虽然他也不吃到饱了 这个餐厅看起来一点也不够 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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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 来了是ITS 这个不等于IT EPS 两个意思不一样 IT EPS是toss 它翻成toss 我写这个他吃哦 畜生的他哦 畜生的他 然后这一个是他的 故意我写这个他 或是这个他 可是其实叫不少 因为他的食物呢会让人吃饱了 好 再来给这个单支就要写蛮多的 因为呢要你写一句话 先写EPS呢是发明的 Taiwanese American 这个人就是台义的 叫Peter Tye Invented Earned Nine-Nine Masks 他呢发明很久 我带下去真的会隔屁的感觉 因为我真的吸不到武器 他完全全是把很多的病菌都隔绝在外 他完全是很厉害的隔绝神器 可是你代表你应该会挂 好了好了 把这个or说起来 Inventor呢是发明的 The Carbanks was the inventor O 带了这个O 写个证 一定从后面往前翻 这个是世界第一台现代化汽车的发明字 所以Benz嘛 没错嘛 然后要喵 可以写这句话 失败 对不对 需要为发明之 我们为什么要帮你遥控器 那为什么要帮你汽车 因为手部太累 所以帮你的汽车 所以所有的需量 都是因为你懒惰 所以叫Necessity E-C-E-S-S-H-Y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中文拜托你自己写 需要为发明之 所以你们就顺便写了这个 Invention就是发明这个行为 也希望你们 下礼拜一交回来 给我的那个创意发明那一帐 创造力大问题 可以真的量产 未来十年之后 我可以在市面上看到你们 发明的东西 那你应该就是用在家里面 不用 大家就拿好名字就好了 跟物理模式每天其中的关系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就是需要为发明之后 这叫做我有同志 我没有跟你偷懒 好的 第七个大字呢 叫做SOP 可是这个字有点麻烦 因为有好几个字跟他讲得很像 那你先写这个字 SOP这个字呢 本来就叫做解决 而且他通常是解决一个 比较麻烦的问题 所以呢 SOP在后面 叫Do you believe that 怎么带着拨号 往后换 你相信那一件事情吗 哪一件事情 爱是主题 SOP是重词 好 第二个吧 我到现在颜色都没有换 为什么没有换的原因 是因为接下来 我刚才讲的这个字 不要当小个人 画起来 我要画这个字 因为它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SOP后面 其实少了一个 太少了一个E 只能花钱花时间 其实按加名词 不过并接 词 所以它的语意 就是 它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花在什么地方上 trying to solve a complicated problem 解决电脑问题 你记得SOP后面 只能加3G 我用蓝色给你看 我们再做清楚了吧 好了 那这个字会考的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 是它的 你解决之后 那个东西 就是你解决的办法了 所以 要画起来 整个片语 在这里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不好意思 这个2 我会加NG 你不是ING 就是名词 你不是ING 就是一个名词 在our local government 当地的政府 必须 这个must 就是必须 讲究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这个解决方法 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serious parking problem 为了严重的诠程问题 的确 我来说现在当初一单 是多少钱 好吧 就记得这个true 什么solution to 什么解决方法 好 底八个单字 叫rack to learn 那记得 这个字 加ir 这样 会不会相反 跟你们一样 规律的活动 比如说 早上不定 六点起床 六点半一定要上厕所 七年一定要四早餐 八点一定要到学校 晚上十点一定要睡觉 哇 这是厉害的 那这个看看说 谁会说处女座的人 处女座的人 处女座的人 跟他每天都拿 规律的东西 尤其他的房间 应该也 蛮整齐的 有大到小 颜色品质 那他就还有规律的 一个母亲 那如果不规律 双子座的人 又AB型的人 哇好发呀 真的是 完全追不下他的想法 那这个呢 他就不喜欢规律的东西 什么规律 都要讲 ir 加个ir 真的我觉得星座蛮准的 像我水平座 真的每个人都具有神经病 真的水平座 应该是公认的神经病 那我们想法 我们可能跟免惨 跟双子座 还偶尔可以公共 公认而已 因为我们的想法 大概就五十年之后 那双子座的人 是因为他动作不强 想法太快 所以我们喜欢那种 不太一成不变的 我们不喜欢一成不变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呢 像我就没有办法 像这个人 非常好 Let's do drink so you milk 都会没有一个动价 比方的那种 regular 那或是没有 一般的流氓 像我 晚上午餐晚餐 绝对不能吃到 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早上吃面包 中午不能吃面包 就可能变成面 中午吃的面 晚上我就不能吃面 然后隔天也不能跟前一天晚上一样 就是你知道 很挑剔 那种东西 吃一样的东西 就很苦力啊 所以有人可以每天中午 早上一定吃饭 中午一定会固定吃完东西 我如果也觉得你好 就可以每天吃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妙呢 就是动家 好再来 第二个 前面写的 就是为何 为何要保持身体健康 you have to 但have to呢 写个must 他刚刚有写到那个字哦 必须想出一个方法 也是他 so must 就是have to 你必须呢 叫get exercise 好这个我们一定考 on a regular basis 这个等于 我让你们接下来写一个副词 叫regularly 就是他的副词啊 就是他的副词啊 就是固定规律的运动 所以要三次半嘛 一个礼拜三次 每次三十分钟 然后每次三十分钟 你要让你的心跳一百三十下 这样就是三三三三 好来第九 但是呢 通常因为你是讲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的话 我们有时候也许会加s 这个是可数 you know the differences 一定是两者之间 不过他妈写了 三个以上的差异 A变ONG 你跟我之间的差异 叫做tune house和home 这个是某一年的大学考试的作文 他就给你home and house 请你写出一篇文章 所以home and house 那home and house 他就给他 对对对对 他讲到关键的 一个是实际的 就是你摸得到的 一个是抽象的概念 我的家人真的很爱 用来的 对对对 没错 所以题目就是考读 你可怕 你知道house跟home的差别吗 应该多少可以知道 只是要讲得很 的确可能没办法 AMONG 就是三十之间 好 那different呢 接下来要请我画画的 到时候就看你们包包 来 我要这里找不到 努力哦 我曾经画过 这个是A 拜托你 拿一块钱出来 他要自己做我分点 这是B 看起来很像吗 差不多一样 Ctrl-C,Ctrl-V 这是A跟B 这个是A 这是B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A 我在画什么 我只要跟你讲 就是B 眼残的人 才会觉得他们三个都一样 不可能 你们没有眼残 没有脑残 没有手残 对不对 所以这个A跟B 如果都一样 请你想 因为这两个是几乎一样的 我讲A A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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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的是to be 兩個是相似 可是沒有帶完全一樣 那第三個應該看得出來完全不一樣了吧 就叫a is different 然後different它的界隙 為什麼要你們用紅色其實是因為很少 就是很少的 different用的是from 那怎麼去背 我教你一個方法 different裡面不是有f嗎 沒錯吧 你就找有f的 然後same呢是same 看到same都在這 same 唯一要記得是誰 firmular是完全找不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以讓你有觀念的產生 所以different是不同 firmular其實相同 相同的話叫做same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紅色 119108107每年這個字都很好 所以這個單字一定要記住差別 其實不是他考難度 是考他的詞性 你如果看到他寫的詞性 一定是different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from 記得要different 詞性不一樣而已 我的新手機跟你的不一樣 那為什麼這裡加了s 因為這個same的就是你的 所以我的手機跟你的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叫from and 然後這個from and 寫的等於not only 然後咧 你們最會的 然後only搭配的就是 VALOSO 對對對 沒錯 所以不只尺寸不一樣 也顏色不一樣 所以我們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非常非常不一樣 好嘍 只要記得畫畫 來第十個單字 因為我找到第十個 來chase這個字呢 其實是wrought after 老師不會chase就寫 沒關係 就是wrought 記得叫after就好 don't stop chasing 所以他把這個動作停下來了 他把crazy這個動作停下來了 他已經呢 把這個動作停下來了 它已經呢 It's mastered by the master's 主人 showed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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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字 就是app par k加ed 就是出現 所以打火要看主人嗎 不過那隻狗也很聰明啊 就是那隻狗呢 看到主人出現的時候 被喊的時候 他才停止追那個油猜 所以你看油猜多可憐 他主要要鑽安全 送到你家 但故事還要把狗追 所以現在很多的油猜 都會帶那個 困紙的包 不是真正的那個 窮棒嘛 就是為了要把狗擋走 所以這個狗呢 他拼止追來這個油猜 好的 Here the catch has the mouse in to the house but bill to bill to bill to 失敗 可是沒有成功啊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成功 那呢 這隻貓呢 追到一隻老鼠 他就追到一隻老鼠 但是 卻沒有抓到牠 不過現在的 貓比較怕老鼠 不是去追老鼠 因為老鼠名字都肥肥的 貓呢 已經被壞長到 類似的 好 那當名詞呢 一樣是追逐 每個時候名詞都是追逐 要換成定字 寫了情報 那這一堆人 我記得用R 不是R 不是R 就是 這個警方這一群人 最後呢 終於抓到這個drunk driver 就是酒駕的人 After a high speed train 那手叫high speed 就是高速 高速追逐之後呢 終於抓到了 來到了那裡酒駕的人 好 上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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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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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